这个是联合新闻网的一个即时短评 跟大家提醒一下 联合新闻网现在有些新闻是要收费 付费才看得到 这一篇是付费才看得到 表示联合新闻网认为这一篇的消息 具有权威性 然后值得你花钱看 他怎么讲呢 他说侯友宜担心招批落跑市长 对参选总统只是泪表态 但其实去年九合一大选 林嘉隆惨败40万票 已经间接为侯友宜解套 选举某种程度像爱情故事 如果将侯友宜比喻为追求者 被追求的选民 明显不喜欢暧昧不明的态度 这点从民调不断下滑 就可以看出来 侯友宜近期动作频频 展现决心与态度 能否止血备受关注 那这个新北党团 想让侯友宜总执行提前到4月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谈 好那现在很有趣了 就说现在我先请教一下 这个于将军 侯友宜现在 我觉得他这个行为像渣男 就你很爱一个女生 因为我是男的嘛 你很爱一个女生 然后你一直跟他讲说 我很爱你 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请你相信我 那这时候女生问你说 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我跟你讲 结婚这个事情终身大事 我们可以从长记忆 我们慢慢考虑 但是你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你一辈子 如果你是女人 你会信他吗 这让我想到 天龙八部里面的断正存 每个都是最爱 每个都是最爱 对 然后每个人都说 你是我这一辈子的永远 对 你是我的唯一 这会玩火上升 因为你不能这么博爱 我跟你讲 你对于 你口友宜 你现认为你是国民党员 因为你进入中常会了 你不能再说 我是中华民国派 没有 你就是坚真的国民党员 不然你不会进中常会 你进了中常会以后 对不起 请把你全部都给国民党 不要保留 不要博爱 对不对 我很爱国民党 其实我对民进党的人 很多事情我也很认同 我不分蓝绿 你进入中常会 没有不分蓝绿的问题 你就是坚真的国民党 你未来如果要代表 国民党参选总统的话 没有什么靠边站都要 你就是很明白的 就是披蓝色战袍 未来应战到底 到现在侯友宜敢说吗 所以昨天黄建廷 不是讲说 看来侯友宜 大概就是她了 八成就是她了 我在这个节目 最爱90条课是我说 如果你听黄建廷的话 你就要去医院测一下智商 因为你赶快去测 测完之后 说不定不到70 是不用当兵的 对 所以你看 马上今天就公布了 没有 马上今天就讲了 没有没有 大家误会了 大家误会了 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讲说只剩郭董跟侯友宜 两个人谁强 谁就出来代表国民党参选 你看这不是笑话吗 昨天才斩定截铁说 就是她在什么 在那个军工叫什么联盟里面 在那个退伍军警消 还有一大堆 我讲不出来 在里面讲了 就是侯友宜 所以我说国民党的 除了朱立伦以外 下面的秘书长 副秘书长 发言人 消息人士 相关人士 通灵人士 他讲的话 大千万不要听 如果你真的上当 听了以后 我跟你讲 你正要去撤智商 对 不要白当兵 本来可以不用当兵的 不要白当兵 这就是什么 这就叫做 呼隆 不只侯友宜是渣男 全部都是 全国民党都是 全部都在 除了朱立伦以外 包括朱主席 陈丽兴以前我的主席 我跟你讲 我还有在战争上你 除了朱立伦不是渣男 他永远不讲答案 其他国民党的什么消息 通灵 秘书长 副秘书长 都一样 讲出来话都没有的信 也没有的听 为什么 因为他面对了一个国民党 未来要参选的目标者 他是超级渣的 对不对 侯友宜讲什么 侯友讲说 我准备好准备什么 准备什么 准备落跑吗 还是准备什么 他说没有没有 我准备好 是说我准备为 新北市民做出任何奉献 太好转弯了 所以我跟你讲 国民党就是这样 你越拖下去 侯友宜的支持度会越低 你认为郭台铭的支持度 会从此高上来 我告诉你 会两败俱伤 好 那你看 王毅川 台湾智库策略长 王毅川 他就讲 他讲说侯友宜是政治渣男 这个王毅川说 朱立伦跟侯友宜说 我爱你 现在他又爱郭台铭 跟郭台铭说 我其实也爱你 结果跟郭台铭说 你赶快去国外 散散心 趁他去散心的时候 又跟侯友宜眉来眼去 之后被人抓包 人家传讯息给郭台铭 郭台铭说 他不是说他爱我吗 这就是渣男 不然是什么呢 多情 他是骂朱立伦是渣男 然后网友说 郭又被耍了 这被骗弯腰鞠躬道歉 郭美四年 就要被国民党玩一次真惨 郭董怎么又被骗了 侯友宜现在卡在这边 你看新北党团 想要让侯友宜总执行 提权到四月底 其实如果照正常程序 不可能四月底就结束 那他们可能要玩 四年前高雄市议会 帮韩国瑜玩的那一招 要么用抽签 要么没收执行 现在问题是 到底是侯友宜自己不敢选 还是有人在卡侯友宜 我想先讲结论 侯友宜他现在就扭捏作态的 这种态度实在是让 我觉得作为一个台湾人 是受不了的 你今天如果想要当台湾的领导人 你想要选台湾的总统 你想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得叫小好一点 你就应该要出来讲 我怕大家觉得 我这样子 因为新北市长 我才当选不到半年 我就跑了 我这样落跑 所以我就请我两位副市长 先去塞郎 国民党内 先去帮我串联好 他们去立法院里面 去找谢一凤啦 去找曾明忠啦 帮我开记者会 然后大家动员好 我坐在那边呢 是因为大家拱我 我不得已啊 那所以我才出来选 这个叫做 叫小很烂 这个叫做 根本不敢选 这个叫美种啦 那你作为过去一个警察 那至少 我们过去知道警察 都是要保家卫国 这个军人保家卫国啦 至少他要 警察要维持治安 要维持治安 对 那怎么会有一个警察 叫小这么不好呢 我是无法相信啊 那再加上第二点啊 前几天啊 国民党不是为了他 找了一大堆人 每一个人都穿了这个 白帅帅的这个衬衫 然后召开那个 那个应该是中常会吧 对 中常会 不看一还好 一看你真的觉得 这个人实在是很恶心 他看到了严宽恒 哇 马上把那个 卢秀燕塞过去 然后看到了这个傅昆奇 马上摸一下 可是呢 你不要忘记 你如果今天 你是要担任国民党的 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话 你前一阵子 你干嘛在脸书上面 骂国民党是黑金 对不对 你如果是黑金的话 你既然你不敢跟这个 你不敢跟傅昆奇 你不敢跟严宽恒握手的话 你以后遇到中东 你怎么办 你以后遇到林明珍怎么办 你以后遇到 还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内 可能背景不是那么干净 不是如你的标准 那怎么办 你以后也是一样切割吗 好 你们自己办你们的 我抱歉我不去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你应该讲清楚 不能够 这个双重标准 我想要的 我再到那个宇宙 我不想要的 我就马的多重宇宙 那这个是猴的多重宇宙 所以我真的觉得 他是一个 作为政治人物 是完全不及格的 然后我要用上报的种族笔 这个陈嘉宏先生问了 对 嘉宏问了一句话 嘉宏哥问了一句话 今天台湾遇到这么多的事情 今天台湾被中国 不管是说用贸易壁垒 来恶整台湾 这个其实是 这个中国的非常不应该的事情 或者是用禁航区来恶整 这个全亚洲的这些国家 甚至还有一些的 这个各国的这个民众 你侯友宜你有什么看法 呵呵做事吗 三平三安吗 你要讲什么 老师还没有补到这一课 老师还没补到 还是这个诞价 这个是民生问题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侯友宜现在最大的问题 你第一 你对国民党内 对你自己的同志 你不敢讲 说今天如果是黑鸡 你有本事 你就跟他完全切割开来 那你干嘛 就是要扭扭捏捏 还要跟他握手 你要吗 你就完全断开 断开傅昆奇 断开这个颜宽宏 那第二个是 你既然要选 你就应该大大方方出来讲 你干嘛叫你的那些楼罗们 出来帮你在那边拱 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应该有的态度 其实我比较想问 侯友宜跟郭台铭一个问题 请问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 你不要跟我讲你是中华民国人 地球上没有中华民国人这种生物 要么就中国人 要么就台湾人 你回答我就好 不用跟我讲 其实不要有论述 我只想要答案 就是三个字 中国人 三个字 台湾人 就这么简单 昨天黄建廷 虽然于江青讲说 相信黄建廷的话 智商应该不到70 不过呢 如果能够破解黄建廷的话 智商肯定超过140 可以称也要140 你看昨天早上 他说侯友宜实力最强 在公开场合 他那场合其实就蓝营的大本营 就是退休的 警销军公教协会 军警销 对军警销协会 总统候选人称 他说目前党内态势明显 就是新北市长 侯友宜了 但黄建廷又改口 他说他的意思说 已经完成的第一阶段 党内人选大家都有共识 就是侯友宜不必再考虑 党主席朱立伦 但进入第二阶段时候 还有郭台铭 当然还要考量的人选 时机成熟后就会宣布 那如果第二阶段做出来之后呢 会不会有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 有可能 最后剩下谁 所以石琪 他说不必考虑 党主席朱立伦 所以是真的 从来没考虑过朱立伦吗 他讲第一阶段 不用考虑了 其实我们都整合好了 三月的时候就知道 答案应该是侯友宜 这个时候 首先不爽的应该是韩粉 因为你江俊廷自己说 接受直播的时候 自己说 对韩国瑜要纳入民调 可见韩国瑜也是一个 潜在的主要候选人 如果照黄建廷意思说 韩国瑜在第一阶段 也输给侯友宜了 就已经被耍了 他被耍了 所以是根本没有放进去 所以国民党先耍了郭台铭 又耍了韩国瑜 所以国民党其实 刚开始在跟郭台铭放闪 让郭台铭很有希望 然后接下来朱立伦又跑去 跟侯友宜抱抱 他们其实抱了好几次 一次在新北 一次在党中央 一下子跟郭 一下子又跟侯 所以你刚刚讲他渣男 某种程度是有一点像 好那韩国瑜到底有没有放入民调 来 我们来看一个 同样也是联合报的付费报道 那表示可信度很高 可信度很高 超有阅读价值 他的标题叫做什么 标题 他就说韩粉炸锅 韩国瑜一句话 土路心境 这些都不重要 不用看标题 看内文 我画红线了 国民党确实一直都有做 滚动式民调 二月中的时候的民调的对象包括 侯友宜 郭台铭 朱立伦 可是没有韩国瑜 没有韩国瑜 可是有朱立伦 你不是无私无我吗 结果你也把自己纳入了这个民调里面 然后赖清德跟柯文哲 题目是对于候选人的好感度 第一个问的就是朱立伦 所以你真的无私无我吗 而且你为什么要骗韩粉 你为什么要跟大家讲 跟韩粉说有 我们会纳入韩国瑜 其实根本就没有嘛 为什么要说谎 为什么国民党要这样子 欺骗韩粉的感情 然后呢 该份民调有比较这几个人 分别对上赖清德 柯文哲 然后看看对比式民调是如何 不只这一份民调 还有另外一份流传党内的民调 是党内初选的电话民调 对象分别是朱立伦 又有朱立伦 所以看起来国民党内部的民调 滚动式民调已经在做 而且做出来的对象是包含朱立伦的 所以朱立伦有没有放弃 跟黄建廷讲的啊这个就 不必再考虑当主席朱立伦 是真的吗 你搞不好又再次说谎哦 你骗人的次数越多 然后你就要又说更多的谎 来源前面那个谎 所以你国民党从头到尾都在骗 而且你骗的都是自己人 骗了郭 骗了侯 然后骗了韩 然后现在又要骗所有的支持者 啊不用考虑朱立伦 结果朱立伦都在你们的民调 调查对象当中 正在搞什么东西啊 但是我是支持朱立伦的 要知道 胚姐是朱家军 一直坚持下去到1月12号 好 这有两种可能 因为我刚刚特别查了一下 黄建廷是3月8号中常会之后 出来跟记者吹风会的时候 他透露说朱立伦跟他讲 可以不用把他放到民调名单里面 所以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2月份做完之后 朱立伦发现自己的民调 一成不变 所以死了这条心 算了不要再放 再放丢脸 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刚刚世纪讲的 其实一直都有放嘛 你骗人嘛 那到底是哪一种呢